哎呦聊世紀 聽言多個心 大家好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伯格地人對商Poshimia人 這張地圖是原世界盃的高原地圖 那為什麼叫做原世界盃呢 是因為這場比賽的名稱前面 有加了一個META META就是我們熟知的FB 原宇宙的概念 因為它叫做META的關係 所以我們中文翻譯 就把它叫做原世界盃 好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應該是自己這邊的反應吧 我也不太確定了 好 那我們先介紹來這個綠色文明 綠色文明是選擇了伯格地人 伯格地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可以在提前一個時代 升級下一個時代的經濟科技 例如它可以在黑暗時代 研發封建時代的一級木一級農 而且有這個折扣的減免 所以可以讓它高速點下 這個經濟科技暴農一波 那後期農上去再點下自己的 馬舊遊俠科技 趕快再升到遊俠去打個一波 那它的遊俠科技也是半價的 應該說是馬舊科技都是半價的 所以讓它可以很早期 利用時代初期就可以點下 這個遊俠的升級 如果你喜歡玩遊俠的話 伯格地人也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但是它的遊俠呢 是有點偏弱的 因為它沒有這個品種的關係 血量上來說會少很多 很容易被擊垮 這一點可能需要注意一點 那伯格地人的輔助打法呢 還有這個火槍火炮打法 那火槍跟火炮有外增上的效果 所以使用起來也是特厲害的那種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打波西米亞人 那青色選擇的波西米亞人呢 它的特色是在修道院研發 宗教狂樂跟神聖思想時 都可以影響到村民 可以增加村民的血量 更有移動速度 那波西米亞人的後期打法呢 最主要是打這個生旅戰之外呢 還有打這個大戰車喔 不是大戰車喔 波西米亞戰車 那波西米亞戰車這個單位喔 在今年喔 八月份的時候 好像有一波改版 要來改這個波西米亞 提升他的這個能力的樣子喔 不太確定 詳細的部分我還沒看清楚喔 那等之後有正式的消息出來 我再匯報給大家 那波西米亞人的後期喔 主要是打一個火槍 配榴彈炮打法 那榴彈炮呢 是波西米亞可以獨特生下去的 火炮升級的能力喔 那榴彈炮呢 它的落地範圍喔 這個傷害非常廣闊喔 就真的跟榴彈炮 就是名副其實就是榴彈炮的意思喔 那波西米亞呢 後期是打擊兵火槍配榴彈炮 那他的擊兵呢 有偶外增上的效果 打對方的遊俠啊 或是馬舟單位喔 都是非常強大的一個擊兵喔 所以波西米亞呢 還是比較適合打後期喔 那前期的部分呢 可以用自己的工兵喔 去做騷擾 那他的工兵呢 也是特厲害的 他在城堡時代 就可以研發化學的關係 所以一般的情況來說 他的工兵是會比對方的工兵 更多一攻喔 打對方的騎士也是特別的痛喔 這也是波西米亞的鍾情 增強的一個能力 好 接下來我們稍微加速一下 那這張地圖是高原的關係喔 所以有很多這種懸崖地道 是沒辦法正常經過的喔 所以圍起來來說 是比較適合打這個 直層戰術的 其實打這個封塊喔 很容易被擋下來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兩邊是不是打一個直層呢 因為在世紀帝國以前的 觀念裡面喔 封閉式地圖喔 比較容易打 比較容易打得上去這個直層打法 那如果是封劍時代的話 就很容易打不進去 然後自己損失大量的肉類 好 那我們看到伯恩帝的人這邊是 決定要打封劍時代 那波西米亞這邊是 決定要來打城堡 好 那看到伯恩帝在家裡 往前圍了一大片 看很容易就圍好了 呵呵 這就是高原地圖的特性喔 打直層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好 這邊波西米亞人點下了 封劍時代的升級 但是肉類需求有點 太缺乏喔 好 伯恩帝人這邊是升到封劍時代之後 點下了二級目 看來也是要來準備升城堡時代 因為 他先升封劍的話可以點二農二末 算是一個小小的優勢 那待會這邊肉類吃完喔 可以直接考慮灑農田 剛好可以吃到二級農的加成 OK 直接吃到二級農 肉量375肉 農夫的攜帶肉量也會獨加1喔 這二級農 有點還是稍微有感的 好 那看到波西米亞這邊點下了支部技術 然後再按了一村 這邊補個四級 稍微可以用四級買賣 買一百肉賣一百木頭 看起來好像沒有要買 不好意思喔 最近喉嚨有點啞掉的關係 所以這在清喉嚨 嗯 覺得蠻奇怪喔 昨天直播跟拍影片的時候都還好 結果今天好像 又有點復乏 講太多話 好 那看到波西米亞人這邊點下了 一級農一級木 正常的深層堡時代的升級方式 這裡有個小洞 看要不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這邊再補一下兩棟房子 這邊再補一下 這邊就委婉了 然後前面都是大爆農 其實沒什麽能看的 那待會波西米亞已經升到城堡時代 要馬上下這個修道院 然後趕快去按生旅 還有自己的宗教防樂 3TC開農 惡農惡木直接補下 ok 待會他有點缺肉 因為惡農惡木會斷村 3TC就算蓋好 TC也沒有辦法按出村民 肉類需求 很重要 這裡買賣了一下 ok可以 如果買賣一下的話就不會斷村 好 那待會就要買一百肉 再就去買肉 按村民 然後趕快撒更多的農田出來 3TC運轉就會非常快速 唉唷 但是博庚帝人這時候 在左側的地方蓋下了一棟城堡 波西米亞人見撞 馬上蓋下了一大堆房子在左側 那這裡開出了3TC開農 這也是遇到對手 如果打一個直城的話 我們玩家們可以做個硬度 就是挖石頭 然後趕快上城堡 去對方家裡插城堡 讓對方不能好好的農場去 雖然這根城堡也沒有辦法 保證說一定可以燒到對手 但至少可以給對手一些壓力 甚至打出一些破口出來 所以我還是比較建議 像某個帝人 這樣子 直接插一根城堡 去做一個騷擾 那我覺得這邊可以補個黃金吧 去偷挖黃金 然後家裡的黃金就不挖 然後去補石 補木頭 我是比較喜歡去挖別人黃金的人 所以我看到他這樣挖木頭 我覺得有點可惜 這個安全地方 可以讓你挖黃金的時候不挖 可能你之後就沒機會挖了 好 那柏西米亞人這邊 果然補下了一個修道園 然後繼續按了生旅 開始要去撿生物 但這邊村民走出來被抓包 被柏西米亞這邊的刺頭給抓掉 但是伯恩蒂的馬上清裝兵來了 剛剛開頭沒有講到 這個馬上清裝兵 他算是一個很強大的騎兵單位 他第一下的傷害非常高 20攻加8 所以他的第一下 一張瘋狂衝刺衝撞 是非常難纏 那這邊點下了手推車 兩邊打一個偏龍 否則第二人這邊點下了手推車 都有點好了 但是三級目沒有點 三級目可點可不點 也可以等到帝龍師太點下再補 每個人的打法有點不太一樣 這邊點下了帝龍師太 不過第二人這邊要 開巨頭開丟 城鎮中心了 那柏西米亞這邊也是 高速上到帝龍師太 氣勢村上帝王 然後這裡補下一棟城堡 想要來趕快應對一下 這根城堡的問題 好 柏西米亞這時候補下了化學 那化學的話 就可以讓他城堡師太 產出火槍兵 當然已經升到帝王了 這個 化學應該是要來補這個榴彈炮 大會要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來出火炮 然後再升級到榴彈炮 算是蠻正常的 柏西米亞的升級流程 那柏地人 則是補下第四個城鎮中心 然後補下了一級絕金跟瓦石技術 還有弓兵鎧甲 欸 升弓兵鎧甲就特別了 這個是要打火槍的意思嗎 那柏西米亞的火槍 防禦也是比較偏弱一點 只有二防而已 喔 馬上就補下了化學 看來真的是要打火槍的概念 好 那如果兩邊火槍附射的話 柏西米亞的火槍只有17弓而已 但是柏西米亞好像是21弓 加4弓的概念 這邊先補下了增兵技術 那由於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升到帝王時代 這邊沒有決定要蓋個巨頭石機 做了一反制 那馬上補下了柏根地葡萄園 但是可能會沒辦法研發好 那柏根地葡萄園 也是柏根地很強大的一個能力 可以讓他的農夫呢 在田地裡找到黃金 相當厲害 田裡有黃金 就是這個葡萄園 柏根地人這邊已經升到了帝王時代 慢慢產出自己的火槍 來看一下火槍的傷害喔 應該是非常高的 這裡 這個是柏西米亞的 出來先放個一波 加一個柏根地的火槍 在家裡 17加4 21弓喔 火炮呢 40加10滴喔 50公尺傷害 非常的 高傷 那這個傷害喔 基本上一發 就可以打掉 一台青頭 打托車 相當好用 火炮到一發 秒殺 哇 直接死了4隻火槍 這就是柏根地的火炮 威力十足 這邊看到柏西米亞人點下的工程工程師 還有自己的增兵技術 而極攻 開始在升級槍兵的能力了 這個極兵一出來 待會就可以擋對方的遊響 但柏根地人這時候才慢慢轉出了自己的馬舟科技 待會離打馬還有一段時間喔 好 那柏西米亞這邊還點下了一貫技術喔 增加了一下 大工程器單位的移動速度 大車陣之處 好 這邊火槍互射 現代化戰爭 想要先射掉火炮 但是火炮第一時間沒有被點掉 反而自己損失了大量火槍 這邊用巨頭吸引架起來 想要反制火炮 火炮會第一時間被打倒嗎 蛤 結果巨頭還是有點偏弱 巨頭開丟 中了吧 哎呀歪了 OK這時候 波西米亞花了所有的資源買賣一波 點出了榴彈炮的升級 這個就是波西米亞最關鍵的科技喔 榴彈炮一升級好 它會變成毀天滅地的傷害 只要數量夠多 大概七到八台吧 就可以秒殺一大坨的遊俠 如果遊俠全部變Z陣的話 這個牌很像陣型 全部擠在一起 這個榴彈炮是可以秒殺榴彈的 他來騎士疾兵去博恩殿的家裡看一下 兩邊打的偏防守戰 火炮開始拆除外圍建築物 榴彈炮是不是來不及研發好 完蛋 榴彈炮的研發就這樣沒了 後面要再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會比較好 在下方這個位置再補了一個 這裡居然有工程器製造所 他剛才這個位置被城堡擋住了 OK 再重新研發 尷尬了 榴彈炮出關時間變得更晚了一些 那目前村民宿呢 是由博恩帝人144村 對上波西米亞117村 兩邊的村民宿差距約30村左右 但是博恩帝人這邊也沒有找到一個很好的突破口 雖然現在是打現代化部隊 但是對上波西米亞的榴彈炮 待會可能會打出烈士來 所以待會博恩帝人可能還是要轉出遊俠 來做應對會更好一些 既然現在打不進去 他現在就先來控一下地圖 開始挖一下邊邊角角的一些礦產資源 榴彈炮打了一發沒有打到 有沒有看到這個火炮好準 三台直接殘血 這個是我也怕了 趕快拉到後方修理一下 這邊尾了一個大石牆 避免對方遊俠衝進來 遊俠已經準備要升級好了 三攻一補下遊俠就會進行衝鋒 好 那榴彈炮這邊 中了 哇 有沒有看到 榴彈炮好痛 三台火炮 直接被榴彈炮給點掉 太狠了 然後一般火炮打榴彈炮 還可以活下來 因為他有90滴血 哇 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的榴彈炮 我真的覺得波蘭的DLC文明 是我覺得 買過最划算的文明 這個波西米亞跟波蘭 是放在一起的 只要你買波蘭的話 連波西米亞這個文明也可以使用 所以 哇 三隻村民 這個範圍真的太廣了啦 那順帶一起喔 這個 榴彈炮 以前還要再更廣一點 他已經被內服過了 以前真的太誇張 有沒有看過榴彈炮 直接擊殺了30隻的遊俠 你看這種聚在一起 以前榴彈炮是可以直接毀掉 大概將近八成 傷害特誇張 好 這邊趕快圍大師牆 這裡有個洞喔 這裡有個洞沒有補起來 遊俠會發現嗎 好 左邊回頭看一下 正面陣地站繼續打 好 這邊想要來擊殺 榴彈炮 但是遊俠雖然太少 後面馬上輕鬆騎兵 加上遊俠後面有帶一隻生女的關係 走得很慢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衝鋒 第一時間大量的火槍兵被榴彈炮給打倒 榴彈炮直接倒了一波 遊俠直接損失了三到四隻 但是剩下少量的三到四隻的遊俠衝了過來 榴彈炮應該會被拆掉一台 結果一台都沒有 哇 波西妙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家裡已經BBQ 這個動作沒有補起來 導致大量的遊俠 串到了自己家裡的城鎮中心裡 龍田的村民沒有地方可以跑 這一波波西妙可能會被塗爛 OMG 這一波很大碗 這裡要按更多擊兵 來看一下這擊兵對遊俠的傷害 哇靠 這個是幾槍 撮死一隻 遊俠 好痛 好痛 哇該不會四槍一隻遊俠 好像是欸 四槍一隻遊俠 我有看錯 還是五槍阿 四到五槍 哇 好猛 這個擊兵應該算是 額外增傷最強的擊兵了 錯爛 這個遊俠完全被蒸發掉 但是波西妙的村民處 已經僵置不到一百村 所以波西妙待會這邊 還是要農出更多的村民來 來保證一下自己的經濟 後方和有少量遊俠 在控制後方農田 這邊擊兵要趕快後去救一下 然後前方可能要再補更多的 這個 軍營會比較好 這邊軍營數量只有五個 一點 偏少一點 好補下更多農田 好 榴彈砲剛剛蠻賺的喔 其實 並沒有損失太多 這邊上大量的榴彈砲還活著 那只要榴彈砲還活著的話 對於波西妙要反攻 也不是說不可能 各位有看過那種 榴彈砲十台 配上大量擊兵 跟二十幾隻火槍兵 最後以村民術六十吋的時候 打贏一百五十吋的畫面 超級不可思議 對面一直用大量軍隊淹過來 但每次移過來 就被榴彈砲給打歪 這也是榴彈砲最厲害的地方 可以移找極多 好 波西妙要這邊蓋下了更多的城鎮中心 但左邊這個是博更地的 想要來控下石頭 但是被抓包 好 不管地人這裡補殺了步兵的鎧匠 好 榴彈砲慢慢走出來 先打個一炮 閃掉 還好他有閃 不然要中彈了 好 這裡是波西妙的一個弱點 他的單位都是比較偏緩慢的 不管什麼都很慢 所以這個他的寶兵 波西妙戰車也是走很慢 那他後期的組合也是這種超級慢的 現代化部隊 榴彈砲配火槍 沒有戰車載的關係 那應該跑的最快的工程性應該就是猛果了 好來看一下這邊要怎麼打呢 這邊是決定要先把家裡給圍起來 那剛剛這樣地圖真的是蠻好圍 你要圍到一個封鎖線也蠻簡單 並不難 好這邊看到大爆圍 唉唷 博恩帝這時候轉出了弗萊米民兵 革命了 奇異了 6-4了 好趕快圍 左邊這裡有個躲牆還沒有圍好 OK 堵住了 那這邊奇異就有點沒意義了喔 尷尬了 博恩帝爾這邊大量臭命 全部變成弗萊米民兵 但是家裡完全沒有人在種田 經濟不會再增長 但是軍力非常強 但是波西妙這邊利用自己的大石牆 擋住了 這一波的進攻 大量的弗萊米民兵在城門外等著破口 但波西妙人後面再阻起更多的高牆 這邊高牆有個洞 完蛋了 溜進來了 波西妙第一發打在了門口的中心點 擊倒兩隻弗萊米民兵 上方這邊再繼續圍起來 這裡是一個 all-in攻城戰 全力防守戰 全力防守戰 波西妙這邊打得非常謹慎 這個革命下去 好像會害到波西妙 害到伯根蒂這邊可能會暴斃喔 太多兵 都在家裡 沒事做 全村的人奇異 只為了火下去 喝一口飯吃 這就是生存成本喔 高於奇異成本的時候 人民就會奇異阿 不跟地人喔 處於就是這個狀況 後面四代火炮繼續拆除城牆 完蛋了 完全沒資源 這裡要轉出更多的工程器單位也很困難 他好像有第一 送邪兵過去讓他打 然後按出一些村命來了 不然這樣不行了 後面經濟會很慘 好 波西妙利用這段時間 斬夠了更多的經濟 來到兩千多支援 榴彈炮這邊打一下 打掉兩台火炮 射程優勢 十二加一 對方其實也是 對方沒有攻城攻城師 忘記了 哇 榴彈炮打到非常多的 布萊米民兵 中間這一坨兵 一直被榴彈炮給集火 哇 沒打一炮就損失大量的民兵 民兵都成為了炮灰啊 這就是人民起義 最終受傷的還是人民啊 太殘忍了 哎呀 這幾台榴彈炮太微了 哇 後面的火炮又再被榴彈炮給打歪 榴彈炮十二台 直接擋住這個毒口 然後賭得很漂亮 用少量的疾兵 配上後方的火槍兵 進行的輸出 哇 太殘了 打了一發 要不要射這個毒口 哇 來不及開炮 結果剛剛那一開炮 全部擠在這裡 OK 這個可能拿下來哦 哇 剩一滴 九滴 好 那左邊的民兵 還在努力的突圍當中 但沒有機會可以打破這個缺口 火槍開始殺了出去 火槍兵還在輸出 波西米亞的火槍也是很麻煩的 好 這時候波西米亞點下金冠 胡斯派改革 這個改革一按下去之後呢 生旅哦 科技的升級還有生旅的造價 全部從黃金變成肉類 非常的省 不需要黃金的生旅 那生旅可以幹嘛呢 在後面補血啊 或是招搶建築物啊 或是招對方工程器 都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這裡就是為什麼 波西米亞也很適合 打生旅戰的一個原因 後期來說這個能力非常強大 雖然到了後期 很少人會打這個能力啦 因為後期你基本上 都是用大軍去壓過去了 很少在那邊 一隻一隻控生旅 當然如果你會控生旅的話 也會給對方極大的壓力 或是甚至反制對方的生旅 點下這個最俗思想啊 然後再點下這個印刷技術 啟示思想 招對方的生旅 也是一個很好用的選擇 那這個是非常需要吃 操控的一個範圍了 好 這邊大量榴彈炮 直接擊掛了 波哥電人的城堡 波哥電人證明城堡 可能會不太妙 好 下彎子最後一棟城堡了 這邊要打破這個陣型很困難喔 你用遊俠的話 集兵會直接把你的遊俠給蒸發掉 那如果是火炮的話 對方榴彈炮又被你的火炮還要更強 那如果你用一些步兵單位的話 又會被這個火槍兵給射爛 火槍打步兵我會增傷 那如果用弓兵的話 又會被榴彈炮給一次打爆 這就是波西米亞後期的無敵陣型喔 你不管出什麼兵種都會被壓制住 那出生旅呢 招響對方榴彈炮 那對方的生旅 波西米亞的生旅不用黃金 就可以來反擊你的生旅了 所以這個 後期榴彈炮的組合 相當無解 基本上一層型喔 你要打回去 基本上是沒空裡的事 以高端場來說 我還沒有看過逆轉過的 這是一個不可逆的後果 哇 榴彈炮 步步推進 怎麼辦阿 火跟地人 剩下少量的民兵在後面色色發抖 生旅開始把生物往後解 但是榴彈炮的數量已經來到可怕的 幾隻呢 17隻了 越來越多 又多了5台 剛剛12台 現在變17台 好 其實 哇 太殘忍了 死傷慘重 在 接近戰之前 就已經損失快到一半的單位了 好 這時候迷害 受不了 終於打出了 GG 哇這一場好久沒有看到 精彩的 波西米亞 對上不跟地人起義的大戰 波西米亞這個陣地戰 打得俗實的漂亮 而且盡可能把自己家裡都圍死 那波西米亞人的榴彈炮後襲也是超級無解 不跟地人正式完全沒有人 沒有辦法可以突破這個窘境 這個可能需要非常大量的高速的步兵單位 例如這個 賽爾特的松蘭武士 或者是 這個 那個什麼 伊索比亞的彎道勇士 之類的 或是爪道勇士 這種跑得很快的步兵 去各方面 各方面突尾 感覺才有可能拿得下 這一坨大軍 好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波西米亞拿到大部分的勝利 但不跟地人由於有葡萄園的關係 所以他的謊進量或許會比波西米亞更多一點 而且還有四生物的關係 就是我們看到這邊 這邊經濟是直接從最高點 然後直接崩到最谷底 這就是起義的後果 所以起義有好有壞 所以也不能說你想起義就起義 你還是要看一下狀況 當你如果你能確定殺的進去的時候 再用起義會比較好 不然就會像波西米亞這樣子 直接築起高牆 直接變成晉級的巨人 把所有的巨人擋在牆外 好 那這些巨人就沒辦法受到 殺 讓這個波西米亞受到傷害 後期就可以轉出大量的榴彈炮跟火槍 直接反推一波 收復司徒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午要請死了 我們下午要來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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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